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王文伟 1978年入行 做面包西饼 入行一间公司的名字是 荣保石爪楼 铜锣环西饼部 那时候进去做 什么都要做 师傅叫做什么做什么 一天可以走几间 师傅叫你做什么做什么 有时会去病家 酒家 总之有什么就做什么 那个年代也是很久 很多事情去认识 其实香港是五十年代 或者五六十年代 那时候就有所谓四大酒店 山丁酒店 总之都挺贵的 也都是四大巴别 五诗诗诗 那时候的一个技术 就是由那边传来的 那边其实就是中山 就是当时所谓四大巴别 都是中山的人 全来香港 那所以我学的所谓的 麵包西饼呢 都远远是那条水龙 就是这样的 那接着呢 就去到这个七十年代尾 或者八十年代头 那时候香港呢 就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 初初开都比我多 那时候就七十年代 没有连佐式经营店 去到八十年代初 开才有连佐式经营店 连佐式经营店呢 就会是一个 类似现在中央厨房 大量生产 那时候就不是叫中央厨房的 是一个所谓的 机器化的制作 那时候呢 他们都是会说 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呢 叫做麵包师 或是西病师的 那其实就不是了 因为叫做制作员才对的 为什麽呢 因为我们用的技术很少 大部份的机器是代替人手 那你怎麽会叫做西病师 因为我们传统来说呢 手工艺为主 就一定不是这样做法的了 所以变了呢 那个 亦都出现了一个所谓 都是梦断性 可能就是他们很多 这些大型的出来 那些练锁式经验店 饼铺仔开始少了 去到八十年代尾 就更加少了 越来越少了 因为你现在大饼铺 大饼铺店 练锁式经验店 都做了 那就是很少的 那以前饼铺仔 就是一间小小的 就是单头铺 就没有练锁式的 就不会说 和一间饼铺开几间很少 因为你始终一个师傅做一间 我现在师傅做几间做不到的嘛 但机器又不同了 机器可以做出来 可以大量生产 可以去到不同的店铺 所以很大不同的 所以很大不同的 我越努力 我越考多证书 我越来越多奖 但人工就没有加过 越做越穷 越穷越做 越做越穷 那为什么我 要这么穷呢 原因很简单 你发牌后 那我们老师傅有等级制 你身入职的人 和我们做了几十年 相差一二千元而已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做了四十多年的人 和你身入职的人 是差不多的工资呢 没可能的事 要是属于一个 我们的总厨 或者是领班 那有没有可能 一个领班总厨的工资 和你身入职的人 没有可能的事 所以我们坚持 绝对坚持 就越做越穷越穷越做 所以那个法牌制度 是保障 我这个豪人的发展 保障我这些老师傅 2012年 香港文法博物 找我去演绎 演绎了一个旧式的糖饼 里面有老婆饼 这些老饼 我们所说的 演绎了 就证明了技术 有一定的用手 2012年 即是同年 我们也是看过国际会展 的菠萝包比赛 赢了冠军 那时候我们比赛 分队制赛 队制赛 大概有四组 那我们就是 而做几款为主 菠萝包 鸡麦丹 这样的 主要都是菠萝包 为众生调的 那就要 给评判去试试 即场 那时候 那时候会展 2011年第一屆 即场那些人给分 那时候我记得 即场的观众 都有 一二八人 围住了 都很虚核 几多我都不记得了 那即场给分 评判给分 那加上呢 我们是 赢了对方 那我们就 那一仗呢 令到我们呢 是相当之兴奋 觉得我们的 餅艺呢 就捍卫到了 严格来说 捍卫了我们 传统 面包 我估波笼包的技术 得意 不稳定 不稳定 以前的 我们那一代 做饼呢 的饼艺 我们叫做饼艺 艺 就是做饼艺 有工艺 工艺 即是中间 有个手艺 在那里 是手艺 工艺 跟现在呢 是没有了工艺 没有了手艺 很大分别 因为 绿添加剂 又可以 大量生产又可以 绿添加剂 当然是用少些手艺 对不对 用机器生产 都不用用双手 哪有手艺呢 食物科研呢 和面包有很深切的关系 食物科研好 其实很简单 舌尖上的货 或者舌尖上的风味 和你 风味 舌尖上就是无关的味道 和你 本身 真正正改变 面包的质与量 是两个事的 如果 那个 那个 正式 去到面包里面 那个 科研是什么呢 例如很简单 我加一个食物添加剂 那面包呢 面包呢 面包改良剂 简单说 那面包改良剂 会令到包的松软 以前我们没有的嘛 以面包松软怎么做呢 你一定要 工艺 或者我们叫手艺 就是我们叫工艺 一定要功夫去做的 就是等堂 最近 但是 嗯 法国 长军 列为一个 非纹薄力产 讲明 最基本的原料就是 没有添加剂 那 讲明是用技术 功夫去做的 那我们狗狗狗就是这样 那 但是 科研又不是 加了食物添加剂 很大不同 两件事 我们还开的面包手工艺为主 就不是工业的 很多人呢 就以为我们在工厂大厦做 面包炒厂 就一定是工业的 有些 要分清楚 饼铺 开面包铺 那当然不是工业大厦 这些人就觉得 就是手工艺了 如果在楼上铺呢 现在就叫做 可以食物就床 这些人就叫做 工厂式 大量生产 其实不是的 楼上铺 你只是在香港 都好像很小间 那 似乎你组的工艺 究竟是不是大量生产 肌肉化 还是你真真正正 去用旧式传统的工艺为主 就不是说 饼铺那些一定是手工艺 楼上 开楼上铺 食物制度厂那些 那些一定是工厂生产 不可以的 所以其实你看清楚 就是说 工厂生产 可以很大型 但是 饼铺仔 一定是不可以的 是 地方那么小 就是香港串金尺土 是吧 你怎么放那么多鸡 但是也不要忽略 楼上铺 用食物就厂一些 都可能是手工艺 总之 什么叫工业生产呢 流水式作业 每天生产量相当多 是多于一家饼铺 或者面包铺 一家饼铺 一家饼铺 或面包铺的生产量 很有限的 做街坊生意 但是如果一家中央厨房 或一个工业生产 可以给很多不同的地方做 这个最大分别就是这样 还有我们手工艺呢 款式多 变化多 为什么变化多呢 因为我们本身 每一款工厂做的量很少 但是机器生产 你的量怎么会少 少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款式是简单 我们的款式很多的 所以旧式饼铺 面包很留意 面包总量特别多 现在你带完工业的那些 你太多款 那些机器就要很多种类 才能帮到它 因为机器限死去变化的种类 而手工呢 不是我的手上手 我做什么都可以 是很灵活的嘛 所以旧式的工艺 是很灵活为主的 工业生产呢 就交易简单 是很灵活的 整个西饼仔没有出色 我小时候都是被人说的 整饼没有出色 那我要打破这个做西饼干 做饼干 做饼干 没有可能 你走去吃面包西饼 为什么我们做面包西饼 才是饼干的呢 我们都是 因为工作而已 对不对 我们都是找两餐而已 因为是这样呢 我就很努力 去进修 后期考虑了一个国家的中国 亦是高级生产业经验师 亦都读到很多相关的课程 企南 博士学位也有 工商管理 碩士也有 很多很多 亦都在2009年 开办这些 后悔的分裂 就给普罗大俊去 认识我们的行业 或者增加他们 一个职业及专业的 工艺做修行的后 后悔业 或者你叫巴拉业 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希望有人 我们身份地认受 给我们一个牌 因为我今年都读十多了 很希望 我十多岁就学至现在 几十年 我都没有放弃过 这就是我们 这个行业人的精神 我们的精神在哪里呢 就是说 做了一件事 面包西饼 这个行业 是连着于 很久的 技术传进来的了 就我们说了 人家有 糖饼很久了 西方传进来的技术有 我们一路去改变技术 变为我们 香港地道的 包饼 例如有些西饼的 我们香港想出来的 创出来也有的 是吧 菠萝包 是港式的 很多不知道 鸡皮咖喱港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香港创出来的 很多面的 阿西哥 我听过什么 都是港式的 很多都改良了 法国的甜品来到香港都改良了很多 但是也都 我入韩之家 港式的东西都行到几十年 四十年以上肯定 四十几年了 我之前都做港式的 港式包饼 其实在香港 半个世纪以上肯定超过五十年 六十年到开始 半岛酒店 那些已经开始有 港式的购买 开始一路 样子有少少变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开始有华人进去吃他的东西 开始一路变 就是这样 坚持 香港 我们的行业 应该有法外制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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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